大家不要被一些海外博主误导了 就觉得老外都很喜欢吃中国的菜 或者中国的各种小零食什么的 并不是的 你不要随便给老外投喂一些东西 他有可能不喜欢 那有可能也会冒犯到人家 或者是给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因为呢这些老外 比如说宗教信仰的原因 有一些不能吃 像比如说穆斯林不吃猪肉 这个咱们在中国都知道的 因为很多大学都是有清真食堂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犹太教 他们要吃自己的那种结实 就是跟咱吃了不一样 然后宗教这块是有一些禁忌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他是素食主义者 当然带肉的东西 带那些就是动物的那个油脂的东西 就是他们都不吃 包括人家用什么 就是香皂洗发水之类的 就是都有他们素食主义者 用的那种东西 就是你在外国的这个超市 你会看到有一些就是素食主义者 用的什么洗发水 木银木什么的这种 然后就是你给他吃肉 肯定是不行的 动物油脂也不行 然后还有一些人 老外我跟你讲 他们身体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不一定对什么东西过敏 所以就是你如果说 给他投喂了一些就是坚果 或者他以前没吃过的一个什么东西 也许会急诊 就是你在国外语言又不通 就是他已经都肿了 这个状况可能就比较难处理 所以就是你得要么去主动去问人家 当然有一些东西 就是咱们看配料表都看不出来有啥 就是所以说他们不熟悉的那些东西 你就不要给人去投喂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老外呢 他也是比较讲究 他只吃当即的这种蔬菜水果或者食物 还有就是中国咱们吃的一些东西呢 就是由于咱们那个配料表 老外一看就是两眼一抹黑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多添加剂 就是他们就就不吃了 他们觉得这东西有毒 自己不能吃 所以就是咱们觉得是一种美味 就是他们可能由于身体的原因 宗教信仰的原因 就是还有自己生活习惯这个原因 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吃的 就是有的可能是给你一面子 但是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给人家去投喂 就除非你们已经很熟了 就是我在意大利这边住正常时间 就是我的室友犹豫就都是老外嘛 包括朋友有很多老外 就是我是不会主动给他们分享我的东西的 因为我开始分享过几次 就是发现可能会给我 给对方造成一定的麻烦 我以后就再也不干这个事情了 所以你不要说被那些就是海外博主 就是他们给老外投喂的这个就是视频骗了 有可能有的是剧本 有可能的就这个人跟他会非常的熟悉 就是已经知道对方的这个肠胃 还有这个过敏源是什么样的了 就是他们可以安全的去投喂 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嫁到外国去 就是老喜欢给老外做饭 这种就是反正人家都是一家人 你作为一个陌生人来讲 你就不要随便给你的室友投喂 随便给你的同学投喂 就是你从中国带来的东西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不是说咱们不友好 咱们请他们吃饭的时候 完全可以说去买他们 超市里就是流行的这种当季的水果 蔬菜呀什么点心呢 饮料啊啥的 就是别从中国带一些 他们没见过没吃过的这些东西 就这样会吓到人家 反正这也是一个就是社交的一个规则吧 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 也希望大家就是今年来意大利的这个 留学生活都能够顺利 如果大家需要这种留学服务的话 可以来找我 因为我也提供这种意大利的留学服务 只提供意大利别的地区不了解 好吧我是大利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会再见了 吵吵 谢谢大家